家人们 霸比今天在直播间 用双热肘都提到了 诺兰导演的电影 但是奇怪的是霸比 在这里突然停顿了一下 听气音 好像是信条的信字 而且明明霸比对 诺兰导演的电影 如数家珍 为什么没有提到信条呢 可是我就考古发现 霸比在很多地方 我想如果真的要 自己喜欢霸兰导演 在这个和GQ主编的采访里 他提到了蝙蝠侠 我看蝙蝠侠前传三部 很经典啊 非常经典 超越的很少 没有基本的 因为它是诺兰导的 我非常喜欢 在杂志里提到了星际穿越 在这里提到了 当梦空间和星际穿越 我又去微博 用关键词搜索 然后发现 霸比好像从来没有在 公开的地方 提到过自己看了信条 最确的就是我找到了 去年霸比的一个直播 我爹的表情 预盖一张 语气 都犹豫 并明就是有鬼 最近你自己有看过 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 很早了在家看的 几年前的可能 去年 去年都不是在家 这剧组都没看 我有时间看 好几十 至少十个月没看电影 十个月了 那你别人如果有机会 你都会没用 热情电影 你一定会心想 那时候 他还还把迷在剧组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霸比 为什么不提 看了什么电影 看到这里 小诸们不觉得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吗 如果有加深的 超赶了 超赶了的苹果 话题又回到为什么 我爸绝口不提 他看过信条 结合真哥的视频 我懂了 这又是小奇米之间的秘密 苹果超赶了不能问 信条被买断了不能提